近期周润发在灯上热搜 原因竟是他前女友陈玉莲在采访中 公开了自己有三个孩子的秘密 消息已经发布 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大家纷纷猜测是周润发的 谁也没想到为了妻子终身无子的周润发会干出这种事情 大家正经文质彬彬的 许文强真实嘴脸居然是这样的 之前为情自杀都是演的吧 无逢衔接还有理 然而随着三个孩子的身份渐渐浮出水面 得知真相的大家懊悔不已 恨不得每天睡觉前都扇自己两耳光 问自己为什么会说出那种话 周润发与前女友陈玉莲之间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秘密 痴情成为标签 一提到周润发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26岁的周润发 凭借上海滩 一脚红遍大江南北 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那时的周润发炙手可热 只要是他所去的红毯或活动 一定会被围得水泄不通 甚至一度会出现交通瘫痪 就是这么一个当红明星 谁敢相信他会在红了仅仅两年后 就服毒自尽只是因为跟他相恋了五年的女友陈玉莲要跟他分手 这个新闻一出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大家纷纷觉得周润发可真是个 情众很多粉丝更加的爱他 拿他当作找对象的标杆 甚至于后来大家只要提到周润发 痴情的标签盖过了 杜神和许文强 但说周润发痴情 绝不单单是因为他为爱自杀 而是因为他真的是 好男人 早年周润发和妻子陈慧莲有过一个孩子 可是在孩子七个月的时候 因为期待不幸绕紧而夭折 当时两人都非常期待这个孩子的到来 为此做了很多准备 当知道孩子不幸夭折的消息后 周润发夫妇当场崩溃 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 妻子陈慧莲更是因此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久久走不出来 周润发为了不再让妻子忘掉那痛心疾首的瞬间 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决定 周润发宣告 他决定终身不要孩子 听到这个消息 所有人觉得周润发应该是疯了 做出这样的决定没有人除了妻子 没有人能理解他 从此 周润发就被打上了 痴情的标签 更有媒体报道其味 周润发为了宠妻 三十年膝下无子 周润发一生的感情经历是非常坎坷的 大家看到他的第一印象就是 这么帅的男生 应该会有很多人喜欢 所以他应该不会那么专一 可是恰恰相反 周润发的痴情叫人震惊 遇见爱情 却被阻挠 1978年 24岁的周润发在娱乐圈已经混迹了多年 可是即便演技精湛 但是就是当不上主演 所以周润发那时对自己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那时候 18岁的陈玉莲刚刚出道 就凭借自己清纯可爱的形象 以及精湛的演技 拿到了《大亨》这部电视剧的女主角之一 而恰巧的是 周润发拿到了这部电视剧的配角之一 在《大亨》中 陈玉莲饰演的是一位活泼灵动的秘书 周润发则饰演他的老板 两人在剧中有对手戏 因此而相识 一个是24岁的血气方刚帅小伙 一个是18岁的情斗初开的漂亮少女 两人在慢慢的接触中 逐渐喜欢上了对方 当时那个年代 对于爱情这种事情还是很羞涩的 所以两人即便知道对方的心意 但是都不敢捅破那层窗户纸 直到陈玉莲的追求者来剧组探班 周润发财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打翻簇谈字的她 一狠心向陈玉莲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这个世界上最开心的莫过于郎友情 且有意 于是 陈玉联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周润发的告白 至此俩人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了 他们俩人非常的相爱 高调的对外宣告了此事 这对狼才女帽组合很快得到了大家的祝福 但唯独一个人除外 那个人不但不祝福 甚至还诅咒 挑拨他们俩人之间的关系 希望两人尽快分手 这个人就是周润发的母亲 两人在一起后不久 周润发就拿到了改变他命运的剧本 上海滩 许文强的形象深入人心 成为了影视掌合中最具代表 也是最经典的角色 那时周润发一夜之间名声大噪 人人都想去看 许文强一眼 想找个像周润发那样又帅又有责任心的男人 可身为女朋友的陈玉莲 不仅没有应有个这样的男朋友高兴 反而整天忧心忡忡 失落得很 原来 当初两人的红火程度差不多对等 所以陈玉莲也没觉得有什么 周润发凭借 许文强 爆火后 陈玉莲却没有任何改变 这使得两人的身份地位发生了改变 也有很多人开始说陈玉莲已经配不上周润发了 让她赶快主动离开 听到这些话的陈玉莲不仅没有认输 反而斗志起来了 她下决心要用实力来为自己证明 自己也不差 配得上周润发 1981年 很长时间没有拍戏的陈玉莲 迎来了自己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陈玉莲收到了 飞音 剧组的邀请 携手郑少秋和赵雅之等众多明星 拍摄这部当时红遍大江南北的影片 之后 天龙八部 神雕侠侣 让陈玉莲在娱乐圈的地位直线上升 资源拿到手软 至此 陈玉莲获得了自己演艺事业的高光时刻 在刘亦菲这个 小龙女 之前 神仙姐姐 这个标签一直都是陈玉莲的 陈玉莲开始大红 她的演技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她自己也觉得这次肯定能配得上周润发了 应该不会再有人说什么了 可是她太天真了 爱情玉祖 为爱自杀 得到众多人喜欢的陈玉莲 始终没有俘获周润发母亲的心 那时周润发母亲的思想有些许的封建 她希望儿子找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结婚 而不是圈内的女演员 她认为那些女演员整天需要和不同的男人亲亲我我 非常有损名誉 所以 从始到终 不管陈玉莲有多好 周润发的母亲都坚决反对他们两个在一起 并且有时候还会在中间稍加阻挠 周润发对此也是非常的无奈 她非常爱陈玉莲不想分手 母亲那边又不同意 这样的尴尬关系维持了五年 在这五年的期间里 陈玉莲想尽办法讨好周润发的母亲 但周润发的母亲就是油盐不尽 软硬不吃 随着时间的流逝 陈玉莲的耐心也慢慢被消耗殆尽 她开始向周润发提出想进一步发展的想法 可是每次提起这个话题 周润发就搪塞 或者给出摩人两可的态度 这让陈玉莲一场生气和失望 再加上 她不想让周润发左右为难了 最终向周润发提出了分手 自己亲手结束这段维持了五年的感情 没想到 陈玉莲的这个行为 导致一直逃避的周润发瞬间清醒过来 用尽一切办法挽留陈玉莲 甚至到最后走上了服毒自杀的这条路 周润发服毒后被人即使发现 送往了医院 在周润发住院期间 一直都是陈玉莲守护在病床前 可想而知 陈玉莲也舍不得周润发 可是现实就是现实 这位苦命冤殃到最后也没有迈过那个坎 以分手作为了最后的结局 陈玉莲离开周润发之后 继续在演艺事业上发光发热 随后更是嫁给了追求自己多年的富商 但是结婚后八年里 两人一直没有怀上孩子 这也导致陈玉莲在婆家异常受气 所以 没过多长时间 陈玉莲的这场婚姻就已离婚而结束 再看周润发 与女演员于安安结了婚 然而这段婚姻也没有维持多久 一年后两人也宣告离婚了 之后周润发遇到了现任妻子陈慧莲 并且恩爱到了现在 细心的网友可以发现 陈慧莲 陈玉莲只有一字之差 是巧合 还是什么我们无从得知 我们只需知道 周润发现在过得很幸福就足够了 陈玉莲五年的感情没有得到结果 后面的婚姻也没有得到善终 导致陈玉莲对爱情丧失了信心 离婚后一直未再嫁人 虽然没有再嫁人 但陈玉莲身边有三个孩子 当大家都纷纷猜测是周润发的时候 知情人士说了 这是陈玉莲支援问川玉树地震时 收养的孩子 知道真相的网友们感到无比的羞愧 后悔的恨不得晚上睡觉前 都要扇自己两耳光 后悔自己那样去猜测一个人的善心 周润发的五年长跑爱情 又是多少人的缩影 有多少人都是谈了五年 甚至十年 最后都因各种各样的理由没有在一起 所以我们要珍惜眼前人 不要等失去了才去后悔 时代在发展 大家都在前进 一个人在原地等待 另一个人的概率又有多大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